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九月二號被吳寶請回 稱自己不知情 但二度積壓庭結果大逆轉 柯文哲被裁定收押境界 代表法官認為柯文哲涉嫌重大 而且有滅政和逃亡之餘 其實四號高院的裁定書就有端倪 北檢緊急補強 威京集團高層朱雅虎以及北市都委會執行秘書 邵秀沛的關鍵證詞 高院認定柯文哲積積極介入京華城案 才會發回更審 只是為了公平地院不採納新市證 只能按照原有的證據裁定 但柯文哲仍躲不過積壓 目前地院若不採納新的市證 那今日積壓庭新的陳審法官 就會依據原有的市證去做判斷 但法院還是會針對本案 是否具有積壓的原因 及積壓的必要性 裁定的轉折 陳審法官呂正業掌控阿伯的命運 畢竟證據都一樣 這回裁定收押 代表法官在原有的證據裡面 找出必須把柯文哲送往土城 積壓禁見的理由 相關的被告的一些證書 以及柯文哲的一些扣案的資料 這些在在都顯示說 柯文哲對於這個京華城的案件 他不會完全不知情 或者是甚至他有可能是參與其中的 柯文哲日度積壓停翻盤 確定遭收押禁見 律師預計將提抗告 阿伯的這齣司法大戲 峰迴路轉還沒演完 但這請問王宇宙的李宇君 台北從報導 解 位 與 就 替